來我請教是餘烈理事長 三峽大壩所謂的告急到底有多嚴重 我覺得比較不可思議的是 就是昨天晚上到清晨當中 一直值得關機的消息 就是這個大壩三峽大壩 它的一個監控 竟然可以停擺六個小時 包括了長江的中下游 包括了南京也危險了 這是在昨天晚上一方面 長江流域它持續遭逢到暴雨的清洗之後 洪水逐漸往下游去推進 所以長江三峽的大壩的一個水情監控資訊 竟然昨天晚上突然間停擺 到今天凌晨兩點多鐘恢復正常 但是停擺的時間竟然長達六個小時 來 餘理事長怎麼看 知道今天壩高三峽大壩高度有181公尺 我們的毀罪水庫的毀罪大壩有122.5 當然兩個水庫是大壺跟小壺 等一下我會兩個水庫做一個比喻 因為我當年在民國73、74、75年 我在榮公室我投入了毀翠大壩的興建 剛剛張老師提到說它到155公尺 其實這些甚至你到了170、180 都是在我們設計的容許範圍 但是今天如果遇到一個地震裂開了 或者今天副司令還有飛彈關都在 我是擔心的是什麼 一個飛彈打上去就完了 其實三峽大壩我們今天看到都是這樣淹水 所以幾億的人口泡在水裡面 大家擔心了 每秒8萬立方米 8萬立方米代表什麼意思 它這個蓄水量總共有393億立方公尺 我們毀罪水庫只有10分之一 100分之一 我們只有4億6千 4.6億的立方公尺 所以是差別很大 這個三峽大壩投入了2000億的人民幣 等於一兆台幣 後來增加到5千億 第二個部分 講說三峽大壩在2003年 在蓄水以前總共80幾條裂縫 其實這個裂縫都不叫裂縫 叫做混凝土在硬化過程 你知道我們做這個毀碎大壩 我們在兩岸設了什麼 製冰場 因為混凝土打進去要凌解以前 它會有水化熱 那時候如果溫度沒有控制 凌解的過程就會有裂縫 就像三峽大壩 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地方 那裂縫都是非常維繫的裂縫 我們是必須要做到天力無縫 那三峽大壩是真的變形了嗎 因為中國的初衛師說是Google的問題 是真的變形了嗎 真相是什麼 我不認為它是變形 那麼像我們毀翠也是一樣 我們看起來這是有曲線 其實它的變形是在垂直面 受壓力 這是淨水壓 我們毀翠也是有幾公分 兩三公分 當滿水位的時候 那水位退下去它會回來 它是允許 設計上允許的 所以不太可能 這個是應該是攝影 或是電腦技術的問題 如果是真是變形這麼大 照比例放大 它老早垮掉了 所以你認為三峽大壩不至於潰堤 現在其實最危險的就是 下游的淹水的問題 還有永遠教授一直在談的 上游有一億人口 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政權 處理這樣的水壞 實在真的有不同的方式